好 所以我們測量完了 測量完了數字 出來是168 90 比剛剛還高 哇 怎麼這麼高 好 OK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在這樣子的測量之下 大家會發現說 阿嬤 你現在在這裡 因為你來電影 所以會比較高一點 不過這不一定是這裡是高一點 因為很多人來電影 尤其是大電影 人很多的時候很緊張 火力很高很高很高 這就是我們說的白袍症候群 或白袍高血壓劑的情況 血壓測量是否正確差異很大 醫師透過小短句示範正確的測量動作 並建議以居家血壓量測 取代過往診間血壓量測 作為高血壓的診断 這樣更能有效代表 真正的血壓狀況 那現在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其實曾經我們去年 臺灣的高血壓學會 以及臺灣應該叫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跟大家專家學者 還要寧定的一個共識 那我們根據了世界的潮流 以及就是我們自己的研究等等的 我們其實都發現說 在整間的血壓 其實的準確度不如 在家裡測量的血壓 大家都很多研究告訴我們說 在家裡的血壓才比較不受干擾 跟將來的心血管疾病 可以講說是比較有相關 甚至就是比較準確的血壓 可以這樣說 陳如我剛剛說的這些 跟阿嬤說的像白跑高血壓 這樣的情況 其實在診間裡面 一天到晚都在發生 也就是說其實很多的時候來門診 有些人是特別的高 絕大都是這樣子 很多的時候 甚至有些人也會比較低一點 那這些呢 因為一些外在環境而引起 或者本身環境引起的過高 或過低這樣的情形 其實常常會造成 就是病患以及醫生的一個 就是判斷不是非常清楚 或者是說 控制起來也不是那麼的準確的一個情形 因此我們的一個 我們的指引的一個重點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我們今年在推的一個活動 跟國建築一起推的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所謂的722居家血壓兩側 我們有將近四分之一 18歲以上的高血壓 這個台灣的人口呈上去不得了 那可能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 跟我們照自己有高血壓 因此我們也是希望說 提醒國人的注意 要在家裡量 要在家裡 居家涉量很 第一個是量血壓很重要 第二個在家裡量很重要 第三個要怎麼量呢 我們剛剛說的一個準確的方式 那當然因為還蠻長的 大家如果說想要知道的話 我們學問網站上面 有製作一個影片 精美影片 由我們的前副的秘書長 我們請跟醫師來告訴大家 怎麼量血壓 大家看完之後都非常的清楚 大家細節都講得相當近 還有鄭浩銘教授 也都有告訴大家怎麼量血壓 請大家上回網上去看 那什麼時候要做測量 起碼如果有罹患高血壓的病人 我都會要求他 起碼在來診的前一周 你說叫他365天都這樣量 大概也比較困難 但是至少來診的前一周 讓我知道說他最近血壓的一個動向 那這樣子連續測量 這樣子就會非常的準 那這樣子拿來登記之後 跟醫師來做溝通也相當的 這個樣本處也夠多 大家都可以做出非常正確的判斷 18歲以上民眾 每年至少要量一次血壓 定期且長期監測血壓值 並搭配722原則 7連續七天測量 2早上起床後 晚上睡覺前各量一次 2每次量兩遍 取其平衡值做好血壓管理 很多人都會覺得高血壓 高血壓聽起來沒什麼 而且高血壓都是 我們爸爸媽媽以上的問題 事實上其實我們知道 高血壓是許多疾病的 一個重要的一些因子 從頭到腳都有 比如說我們的腦血管疾病 我們的心血管疾病 腦中風 眼睛 糖尿病 腎臟病 高血壓其實都是這些疾病的重要 危險因子 我們這樣初步大概一年 因為高血壓疾病 跟相關疾病過世的人 大概有4.2萬人 所以這個議題是非常重要 其實我們很開心 我們的台灣高血壓學會 還有我們的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其實一起來帶大家關心的 不是叫大家吃藥 而是叫大家要注意你們的血壓如何 所以今天講的722 是今天很拜託 我們的媒體朋友 帶回去的關鍵字 就是一個禮拜連續7天 每天起床後睡覺前 每次量兩次的血壓 所以今天想要告訴大家 血壓高血壓其實也不是成年人 不是中老年人的權利 我們漸漸發現說 很多年輕的人 其實他對高血壓這件事的認知度 是非常不夠的 國務健康署也有自己的調查 發現說對高血壓有認知大概6成到7成 都是40歲以上 可是40歲以下的人認知大概只有3成 所以其實我們也很希望從年輕就做起 從年輕就做起 所以我也過得等 但我們的科長也會跟大家講3C 很重要的3C 不是你們手上的3C 就是你要去Check 你要去Change 你要去Control Check自己的血壓如何 去改變自己的生活型態 不要抽菸喝酒 不要飲食的問題 不要少運動 那還有Control就是要把這個健康狀態 給Maintain好維持好 好 所以我想今天的記者會主題 其實就是要讓大家 而我有你知道說 量血壓是很重要 而且如何量 那再來呢 就是告訴大家說 年節到了 大家都有機會回去自己的親朋好友的家裡 今晚還有家裡做賊 希望你們可以幫我們多多推廣這個的重要性 就希望說2023年新的開始 給大家一個新的健康功課 只要7天 那有的紀錄我相信 我很開心 其實我們的許多的臨床醫師 願意站出來 告訴我們說 你不是只是靠吃藥 你可以在前端做預防 我想這次國民健康署 一直不斷推動健康促進的重要性 另外春節將至國健署也提醒民眾 圍爐大餐及零食 其中暗藏高油高糖高鹽的危機 歡樂相聚之際也要為健康多把關 維持健康生活型態 對血壓控制也有很大的功效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